先生 不好意思 這裡不能抽煙 不能抽煙 我就不能抽煙口氣 不要那麼差嗎 那邊有告示牌說不能抽煙喔 我知道啊 你態度有那麼差嗎 你可以柔性勸導啊 What 柔性勸導 柔性勸導 對 先生 請你不要抽煙 抽煙傷身體 而且這裡是公共場所 會影響到其他的人 萬一被人檢舉的話 還要罰兩千到一萬元 抽煙傷身體 傷荷包 還會傷我的心 有柔嗎 我硬 我又HAPPY TOO 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戈阿笨 剛剛刷到視頻啊 看到台灣人吵架 非常的搞笑啊 就跟聊天一樣啊 今天啊 我們就來聊一聊 南方人吵架和北方人吵架的區別 你叫我活動 那我活動 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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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活動 你這隻 拿到我們去打 你拿到 再給你打 你戴給你 你戴給你 你戴給我 在中国南方人吵架实行的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那么在北方吵架是能动手了尽量动手 这个就形成了在南方和北方遇到矛盾 吵架的巨大差别 接下来我们看看南方人是如何吵架了 首先我们先和台湾人吵架的名场面 盘点台湾人吵架能有多点 你们台湾人平时都怎么吵架 就那样吵呗 就通常都是什么 三小啦 怎样啦你想怎样啦 三小来三小去三小来三小去这样 怎样啦怎样怎样 怎么能演示一遍 吵架吵架吵架 这样这样这样 三小是什么意思 我相信台湾人是知道的 我们目前不知道这个三小什么意思 然后经过我的查询 三小三是什么意思 然后小的话是某种分泌物 比较恶心的 所以说他骂人的时候 也是非常有侮辱性的 这样的词 但是他们的吵架也是仅限于这种骂来骂去 没有升级到破口大骂 或者是动手动脚啊 这个吵架我感觉就是有点这种聊天啊 这个语气啊也是非常好玩啊 在大陆看来啊 可能这个不像吵架啊 就像两个人就是闹矛盾 互相怼了几句啊 那种感觉 台湾人平时怎么骂人啊 三小啦 除了三小呢 那你们不像骂起来是怎么样的 跟你人家骂小啦 怎样啦 三小啦 怎样啦 刚刚这位台湾猛男啊 他吵架也是三小啦 三小啦 没有更出格的这种语言啊 就是说这个台湾人吵架还是很有意思的啊 可能就这一句话 三小啦什么什么的啊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还有更有意思啊 在你酷缸里面 你的妈妈就是拿橄榄油给你面做凉面的 你是想吃妈妈的味道是吗 对啊 妈妈的味道 爸爸怎么做得出来呢 你给人要投诉你 你去啊 反正我又不是厨师 那你是谁 我洗碗子看不出来嘛 厨师 你吓那边 你吓 我们看到这个台湾两个人吵架 可能是食客啊和这个店家厨师啊发生了一个矛盾啊 他们的讲话还是非常的搞笑啊 有一种过得刚的那种感觉啊 在讲相声一样啊 但是吵了这么多啊 也没有讲一些过分的过激的语言啊 他们这个讲话的内容啊 还是非常搞笑的啊 什么临北啊 没有说什么三小啊 然后可能在店里面啊 比较文明一点啊 他们吵架没有说那种什么三小的 刚才那样的情况啊 两个人这种怼来怼去啊 也是非常的搞笑啊 他们这样的行为啊 也是惹着旁边的观众啊 发出笑声啊 这个不比过得刚刚的相声差啊 我看了都想笑啊 大陆人吵架 可能跟台湾人啊 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大陆啊 吵架也分南方和北方 南方人吵架 也会像台湾人这样 广东人是怎么吵架的 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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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拎起来啦 你就是啦 你拎起来啦 什么啊 什么啊 嘿嘿嘿嘿嘿 我们看到广东人吵架 可能跟台湾人吵架 还是比较像的啊 可能都属于南方啊 离得比较近 他们这种文化啊 可能也是差不多 而吵架起来也是互相的在怼啊 看到他们说的方言啊 好像跟那个羊叫一样啊 那么我们看到广东人吵架 还是比较文明的啊 跟台湾人有些类似 在南方啊 还有一些吵架 那可能就跟他们有些区别了啊 他们觉得这样的吵架方式啊 可能还不尽如人意啊 必须啊 要进一步升级 我们来看一下更搞笑的 南方男人的这个吵架场面啊 你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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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死你了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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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 吹 你妈咋老爸 你妈咋老爸 你眼睛眼睛要吓 他吓 你妈咋 吹 吹 你咋子 吹 老虎 吹 吹 我懂你 你妈咋老爸 吹 你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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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刚刚我们看到在中国的一些地方 男人的吵架已经升级为口水战了 那个口水战就是直接相互吐口水 吐的满脸都是口水 他们觉得这个语言已经不够去震慑对方 不够去威慑对方 直接把口水涂到对方的脸上了才解恨 于是双方发生了口水大战 因为这个法律是规定的 不难打架 如果打架的话就被定为互殴 是双方都要拘留的 他们这样吐口水没有去打架斗殴 也能出了心中这口恶气 就是把这个口水吐到他脸上 让他觉得恶心 双方都在吐 谁的口水多 谁就最后取得了胜利 非常的搞笑 那么南方人吵架非常有意思 然后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乐 带来很多的笑点 那北方人吵架完全不一样 北方人就要一个结果 我们一起看一下 那么我们看到 北方人吵架 不啰嗦 直接是能干脏的 绝对不动口 双方直接干一家 没有墨迹 北方人就是这种性格 比较豪爽 也是很有意思 吵架可能不是男人的这种特长 一般吵架都是女人的特长 我们看到女人都比较喜欢吵架 接下来我们看看 南方和北方 女人吵架有什么区别 你们已经烂蛋灯里面了 你们才是真的臭到底了 讲实话讲什么 实话什么都不可以 这是我的旧群时间 你闭嘴 你自己想到 可能会议的旧群时间了 我哪有会议的旧群时间 那是主席的权利 不是你的权利 你会愤怒 我也会愤怒 怎么样 你有意见吗 你们要求全民吃这些 有毒的来处 我确实有意见 怎么样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台湾女人吵架 也是很有意思的 他们就是拍拖的瞪眼睛 然后就说你想怎样了 你更过分 你互相指责对方 也没有那种破口大骂 也是很有意思 大陆妇女吵架 可能不是这样的 可能是破口大骂 问候你的祖宗十八代 都是有可能的 我们来看看 这个大陆女人的吵架 大家要谨慎观看 哈哈哈 看见没有 在大陆女人吵架 南北的差异可能没有那么大的 基本上都是一样 骂到天昏地暗 骂到祖宗十八代 就是看谁坚持的时间长 躺在地上能骂他一天 谁最后吃不消了 体力上坚持不住了 那他就可能输掉了 那么肢体上也不敢有接触 虽然都摆出一些动作 但是都接触不到 他们也怕年年大了 谁的时间长 谁骂的狠 谁取胜 那么最后一个 就是男女吵架 一般男女吵架 都会发生在情侣之间 南方情侣吵架 和北方的情侣吵架 就完全不一样 台湾的情侣吵架 就是互相的枪对方 你们说是枪 应该在大陆的意思 就是怼对方 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的情侣吵架 有意思啊 好 我现在不想讲好不好 不然来就不想讲啊 但还一直讲 沟通不用讲话 是够了不会通啊 你只是想要赢是不是 我没有想要赢 谁让你啊 对不起都是我 没有你没错 我该死好不好 就这样不想讲了 不想讲来讲 那你闭嘴啊 好啊 就这样 怎样 没怎样啊 嗯 哦 对啊 OK fine well so 谢谢 不客气 不是跟你讲 有人在讲话吗 在这里去看医生啊 你好厉害哦 你好会吵架哦 不会啦 差你一点啊 这个情侣的吵架 也是互相的怼对方 互相的讽刺对方 没有认输的意思啊 那么在大陆啊 南北方的这个吵架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南方情侣 打我 你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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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我嘛 哎呀来来来 你打我嘛 你打我说嘛 你打我 打我 你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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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情侣吵架 可能一开始也是语言上互怼 后面打打唠唠 不一会儿就 重归于好了 北方的这个情侣吵架 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这些功夫啊 北方情侣 technology wait 什么意思啊 你打我 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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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我 他大嗎 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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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你打 北方群女吵架 那是一言不合就开干呀 好像是拍了武打片一样的 我看这个两个人应该是练功夫的 刚刚我们是看了南方北方台湾大陆 各地方的吵架了一个大盘点 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搞笑 刚刚那视频没有任何的地域歧视 纯属逗大家一乐 对于各地的这种吵架方式 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还有你知道哪些比较搞笑的吵架方式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再见 拜拜